吐吐魔王的 不隨在生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吐吐魔王 今天來到和民日式居食物 然後呢 之前其實我有吃過這家的料理 只是就是想說再拍一次介紹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話不多說馬上進今天的活動啊 開始的前菜是章魚小黃瓜 這個顏色看起來很辣耶 吃的會死吧 你看 章魚小黃瓜 吃吃看 如果 如果後面沒有 然後 就表示吐王應該掛了 好辣啊 明太子 焗烤洋芋 然後 其實我真的就很喜歡吃明太子 所以 就被這個東西吸引了 好香喔 它上面的明太子醬 還蠻濃厚的 一塊醬子的洋芋 然後上面是焗烤這樣 碎掉了 我們來吃看看 只要有明太子我就給100分了 我這個人很好說話的啊 有明太子就是好吃 再來是他們的雞糖羊 所以我看外表是覺得好像跟一般的糖羊不太一樣 它的脆衣感覺是 比較像是一般那種豬排的脆衣 所以我們就撒一點檸檬 所以我們就撒一點檸檬 為什麼撒一點檸檬 檸檬子都噴上來了 走開 欸 與其說是雞糖羊 還比較像是鹹酥雞的那種感覺 它的鼻魚有點像是鹹酥雞的那種餅 不過還蠻好吃的 它的雞肉已經有調味過 所以它可能就是沒有加其他的醬料 今天點的是 壽喜燒鍋 然後我的肉是牛肉 好熱喔 好燙喔 那一袋 OK 哇 好香喔 嘿嘿 我還蠻喜歡吃壽喜燒鍋的喔 只是因為它 它比較是重口味 像鬼底去做的 類似就是火鍋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很喜歡 因為它甜甜的 甜甜的效果快 來吃壽喜燒鍋 刮好牛肉 烏麻辣的肉排滿滿的一整碗 感覺很像牛肉丼飯 覺得嗎 好棒喔 我超喜歡吃牛肉丼飯 算說這明明是壽喜鍋 香香的 然後因為它本身牛肉的那個壽喜鍋就會有醬汁 所以它其實牛肉吸收了醬汁之後 你會直接吃不用沾醬 就是壽喜鍋的方便 吃天天肉 然後我點的這個是白玉紅豆冰淇淋 然後它搭配黑糖淋醬 我們先把它淋上去 我覺得我會手產 之前也是各種手產的經驗 還好嘛 可以啦 就連初學者都能簡單上手的淋黑糖方式喔 OK 我們先吃看看這個白玉喔 配一口紅豆 配一個抹茶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酷的點心 就是這個 水杏玄餅 這家店居然能夠做出水杏玄餅 我們來吃看看是不是 就是我如果想像中的水杏玄餅 它會這樣QQQ的 然後再動來動去 你看好可愛喔 還有一些比較低級的人 你會想到歐派 快點承認吧 你目前的你一直都想到歐派 可以讓我們把黑糖淋上去囉 OK 我試著把它切一小塊下來了 我們來吃看看 吃個水杏玄餅 吃到整個手都是黑糖 到底怎麼回事啊 本身水杏玄餅是沒有甜味的 所以它必須沾著黑糖一起吃 我到底是跟黑糖有什麼仇喔 好了 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和民居食屋的影片內容 如果你還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訂閱 訂閱 參讚 或是分享給其他的朋友 加入我 邱的主持人 讓我們一起征服世界囉 掰掰 一塊這樣子 然後上面是嗚嗚的 或是分享給其他的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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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